大家好,我是学良 今天为大家介绍是Titoni梅花表 Impetus动力系列 Ceramtech动力陶瓷运动表 正如它的名字所标榜的 采用了高科技陶瓷为运动表加值 不过它的材质运用方式 和一般陶瓷表的做法又有所不同 造型和配色非常符合当代奢华运动表的时尚风潮 不只适合运动休闲 即使搭配正装也个性十足 算是一款能文能武动静皆宜 全方位的百搭运动表 说到Titoni梅花表 在老一辈表明心目中应该有很深厚的情感 在台湾市场深耕了数十年 不过最近几年它非常积极的调整脚步 迎合市场潮流 推出许多令人惊喜的话题表款 比如说2019年庆祝品牌百周年 研发出T10自制机星 搭载于全新LINE1919系列之中 以及2021年推出的Cscope600潜水表系列 搭载自制机星陶瓷表圈自动排阀 防水600米 并通过COSC天文台认证 超高规格和性价比 也造成了一波抢购风潮 而Titoni 2023年最迷人的话题表款 便是这次为大家介绍的 Impetus Ceramtech动力陶瓷运动表 以外形来说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 可能会以为它是潜水表 因为它的十二边形表圈上 有着60分钟刻度 但其实它是一款防水300米的 全方位运动表 看起来有点像潜水表 也有点像赛车表 并不具备专业潜水表 常见的单向旋转表圈 不过它的指针和刻度 依然有甜度 Supernova超级夜光 多边形表圈 看起来有棱有角 充满了立体感和动感风格 也是最近几年 运动表最流行的设计元素 它的面盘采用 简洁俐落的垂直压纹设计 乍看之下 好像就是一般的直条纹 其实它是凸起的宽条纹 搭配凹陷的窄条纹 细节也是经过设计的 长方形石标 加上立体边框 看起来更容易阅读 而36912石标的边框 还带有斜角 呼应小时指针的小翅膀设计 面盘三点钟带有日期显示 日常使用算是蛮方便的 它的表壳材质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不锈钢 一种是不锈钢 经过黑色DLC类转探的镀成 提供两种不同风格的选择 当然DLC类转探的表面硬度更高 更耐磨 规格和价格都略高一个等级 不锈钢板的定价台币89,900 黑色DLC款则是台币95,000 而回到一开始所提到的高科技陶瓷 它并不是坐在表壳或表圈 而是坐在表壳的侧面外圈 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直接碰撞 因为陶瓷虽然具有轻盈、坚硬耐刮、轻敷性、色彩丰富 并且永不吞色等等的特点 但相较于金属材质来说比较脆 如果用力撞击的话还是会有破裂的风险 因此梅花表选择将它坐在表壳侧面 除了大幅降低受撞击的风险之外 和表壳主体也会呈现出非常有趣的材质对比 陶瓷外圈的配色和橡胶带是一致的 风格上看起来比一般金属表壳更动感 更有层次变化 也是这个系列最大的卖点之一 另外为了增强它的运动特质和日常变化性 这款表总共附了两条表带 包括颜色丰富 佩戴起来特别舒适的橡胶表带 以及坚固耐用看起来更阳刚有形的金属链带 金属链带和表壳采用相同材质 比如说DLC类钻和表壳 就搭配经过DLC镀成的黑色不锈钢表带 而且这款表特别采用快拆式表带的设计 完全不需要任何工具 在家就可以自行更换 每天佩戴出不同的风格 透明底盖可以欣赏到ETA 2892机芯 金色自动盘可有Titoni的镂空字样 内行人都知道 ETA 2892算是业界中历史最悠久 经过时间考验的通用机芯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ETA减少对集团外品牌的供货 ETA机芯反而越显珍贵 尤其是在台币10万以内价位的表款 更是越来越少见 它的表壳直径43毫米 厚度12毫米 表带宽度24毫米 上下表尔的距离大概是50毫米 搭配不锈钢链带的重量大约198.2克 搭配橡胶表带则是大约123.5克 它的款式选择丰富 不锈钢表壳配蓝色胶带款 有蓝面和白面两种版本 建议售价都是台币89,900 都有多付一条不锈钢链带 而白色面盘配白色胶带款 则有不锈钢表壳和黑色DLC表壳两种版本 不锈钢板一样89,900 黑色DLC款95,000 都有多付一条和表壳相同材质的链带 其中配色最醒目的是 两款搭配阿根廷蓝表带的版本 不锈钢板台币89,900 黑色DLC款95,000 所谓的阿根廷蓝 其实很像最近大受欢迎的 Tiffany蓝或者冰蓝色 但因为类似阿根廷国旗的配色 所以称之为阿根廷蓝 只能说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其中阿根廷蓝面配上黄色内圈和竖字 看起来特别动感有型 算是这个系列的主打款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梅花表 Input动力系列Ceramtech 动力陶瓷运动表的简单介绍 多边形表圈 搭配陶瓷表壳外圈 一踏2892机芯 防水300米 以台币10万油澡的定价来说 这个规格和性价比确实令人惊喜 而且还附有两条表带 日常穿搭的组合更加丰富 喜欢复合材质运动表的朋友 可以参考看看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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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